接下来这盘棋是中国的两位特级大师之间的较量 一位是黑龙江的特级大师赵国荣 另外一位是广东特级大师许云川 两位决定高手的较量必然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棋也下得比较有新意 也是决定了小组的冠军 那么最终比赛大家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 许云川在加赛超好棋的比赛当中战上了汪洋 而获得了镇达韩信碑的冠军 那么这盘棋它是下的鼓三组 鼓三组就等于发挥了许云川的特长 许云川最近一段好像对三组是比较喜爱 对有一些偏爱 应该说这路变化更如近七组的激烈 但是可以说另辟蹊径 给大家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好来看 鼓方瓶炮 这些都是以往系统的吓唬的 那鹏川采用左向 应该说对这局面做了一个新的诠释 一个新的尝试 黑方也聚一瓶六 各种的阵型走的也很稳固 那么许云川我觉得最近这个比赛表现的是不错 最近状态也不错 应该说跟他的心态调整和战略的运用 以及战术的配合是分开的 给我的印象好像许云川最近这个棋 越发的阴柔 他并没有采取这种猛打猛拼 跟对方这种刺刀剑红的去决胜 而是采用了一些主轴变化当中的 又较为偏的这个变化 例如这个抢挺三族 比如挺三族 就是大变化里面 还有这个原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对这个红制两头蛇 对对这种红方编码这种阵型 就是直动鞠的阵型 小哥也是比较偏的一些布局 他对这个徐超呢 他也是抢挺三族 就说许云川的看来呢 是针对这些棋手 针对这个赛 非常有针对性 做了不同的准备 就是他没有给你选择这种 特别正面的这种主战场 对 而是尽量把这七族顿 纳向自己呢 比较熟悉的这个轨道 是啊 那现在下到这之后呢 这个其实不是红方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话题 如果继续说下去呢 就是红方呢 不像那种双直居武器炮那种旗啊 进屋比较目的性 对 那这个其实红方不知道 到底应该从哪 这个下手最为合适 应该冲击兵也还可 冲冰冰也还可 红方不冰冰呢 就是避免他登 对啊 这是一个先手吗 因为一旦这个炮调整了 这个码以后可能要收工 那么黑方 我是 鞏固自己的任性 红方这个时候再继续聚武 因为红方呢 切双 不走继续聚武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考虑并三进一 那黑方继续聚三 黑方也是 平稳了 对 那么红方也继续聚三 是个平稳的 走到这边呢 回我的印象 我觉得黑方这个布局 还是比较成功的 对 红方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嗯 红方 放送 吃 坐双 登进来 那么这是一个交换 也要必然走 红方如果要打的话 黑方 嗯 炮二平四 黑方七个足之后 马比较靠前 而且红方那个三路马 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时候 双方接受这个交换了 尽管红方可以吃了这个兵 但是右马呢 脱针 马上面临对方这个桌 对 他现在也不敢走这个吃 因为这个炮活了以后呢 嗯 这个有渗透的机会 主要是这个桌马比较严厉 红方必须要巩固一下 其的任性 捕鱼手区 对 那黑方招出这个机会呢 这个足啊 你要冲啊 反而红方的马活了 所以这个骑呢 这个骑呢 但是你也不用平 平方马的琴巴 这个马有威胁 对对对 所以这个局型的特点呢 就非常有意思 说过这个足啊 在这儿放着 谁也不能动 对 而且呢 你不动呢 这个局如果捉的话 你这个足还能冲下来 把这个马掩护住 看起来很危险 这个马还有问题 对 这个孤的英雄啊 进入了红方阵地 但是又是很安全的 对 这个呃 可能我们的广大的爱好者 觉得这个马很危险啊 但是不要 刚好 刚好可以守护 对 抓住这个 把这全局很大的这一点 抢住啊 嗯 下部要把心中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转机太多了 因为这边打局 这边有冲 所以红方 压住 这儿红方呢 在这抓了两个次去 嗯 在抓以后呢 黑方呢 主动变招 对 因为按照 亚洲旗规啊 这次比赛用了亚洲旗规 对 红方等于 一子分桌两子 他等于 来回来去捉这个马炮呢 亚洲规是允许的 对 那黑方 寻生看来对这个布局很满意 他决定呢 跟红方呢 这个决战 嗯 他还是为了避免 这个马七星六的新手 所以红方先走了一局二进一 黑方炮就退一 他就退一 这儿呢 这个局面呢 红方还是不被人处理 嗯 他怕将来黑方军律进五 这个更加严重 是啊 所以他先把炮呢拆开 嗯 那么黑方依然进局 这也是黑方反击的 唯一的一个点 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太重要了 没有这个反击的话 这个马显得就很孤了 对 红方不像 不像 红方依然 不能冲 呃 他没有去冲 当然冲也可以 跟实战结果也接近 有点相似了 就说你滚 他老有马腿筋 你一滚他就可以出 对 嗯 马腿筋巴 对 你捉着不怕 他会冲 捉着他一冲 对 你打一个试 你这个 你这个家里啊 比较笨 嗯 那么这个棋呢 红方呢 不像以后呢 他吃了 吃 那么红方这时候 也不能不冲了 这个再不吃的话 问题总是要处理 你再不吃 他就靠进来了 因为一冲 这边威胁两个字 那黑方这个马呢 也为之活 哎 对 你一冲我这马 你活了 活吗 这马准备 马齐靖 嗯 双方这个 中局的对攻啊 就逐步展开了 马齐靖 我看见了 非常有前景 又可以把这个 活自己的三路马 又有马五金六助攻的手段 这个马如果先有登到这儿啊 嗯 应该说是比较凶 是的 那么黑方呢 这点他也不好拦 对 因为你拱中族呢 容易把自己的旗上走虚了 对啊 红方还可以冲这个旗兵 嗯 那么黑方呢 也是 这也是一个 为了紧造的策略 那么如果这时候你强行走 黑方呢 肯定要靠一下 一个是靠足 一个是贴近 靠也可以 靠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时候再登 他刚好马齐靖六 这个地方是个交换 嗯 你跳江跳不上 对对 你跳江跳不进去 这个二楼炮 这个作用显示出来了 嗯 所以那么通过这样的交换 肯定是红方 黑方占优 所以这个起 红方也没有马齐靖五 直接登 红方是下 跟七进一 那么黑方 马齐靖六 向回走 对 回来 红方G2 靖一 反正这个次序呢 就是下个事 他下来是这个 这个G2 G8退三 可能是 所以走到这个局面 像 红方呢 这个当时你在临场啊 嗯 那个 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对 临场的这盘棋呢 因为是小祖赛 当时的氛围非常紧张 那当时那个 呃 其他的有一些网络媒体 也做了一些现场的直播 吸引了众多的这个爱好者 在线上观看 那这个旗下到这呢 在这个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呢 赵国荣特级大师呢 对这个G8退三不是特别满意 感觉上呢 是有一点这个方向性的一个 一个偏差啊 因为可能可能对这个以后 这个黑方的足六禁一啊 下来对这个三路马的威胁 有一些顾忌 那较为果断的下反呢 后来大家经过复盘嘛 也觉得这个兵器禁一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应该啊 比较强硬的下兵 对 然后呢 试图呢 这个是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 因为毕竟黑方自己的右翼 也显得没有 没有子可以防守 比较孤 而且红方的这个二路局 还有这个三线的这个局 都可以直接对黑方的降服 发动一些攻势 当然黑方呢 也并不是说对对招就没有办法 他最起码的 比较保守的下反呢 可能是就是常对局 对局 可以谋合 那么如果黑方强硬的这种下足来对攻呢 比如说以后来亲马的话 红方可能三路马就弃掉了 比速度的话 可能还红方略战一些先机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也非常复杂 对 如果你再下 他就可能弃掉 他就支掉 他将来这边欺兵速度 对 欺兵也非常快 两步就到位了 所以这期还挺复杂的 对 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他没有下这个兵器精一 等于是有一些闪失 那回居 退居捉足 看起来是稳健 其实不然 就是当时可能红方呢 有一个错觉 对 觉得这马基金我走了以后啊 就比较理想 觉得没事了 这一蹬出来挺厉害的 而实际上呢 这个进马以后啊 没有脚了 对 黑方这个马已经守好了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黑方这个拘 退居 对于我们最早 他先走了这么一招 次序已经早就走了 这个就是说 黑方在别炮的时候 他就走了 刚才我们次于摆错了 他进炮的时候 他一别 他一捉 然后他是先平的组 他后果的命 他再回的马 那先下到这的时候呢 走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他直接就下 拘 七退三 退回来 黑方这个拘呢 退回来 那退回来就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 四五金一这个马 把那马逼回 对于回去了 等于 红方等于这个兵啊 那么黑方的族就厉害了 黑方的族剩下了 是啊 这等于双方各有一个兵过河呢 但黑方这个族厉害 对 红方这个兵呢 不厉害 他没有子可以攻击 一拱 红方 只能够 对 他只能回 退回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全身一攻了 一打 磨了一兵 而且这中兵看起来也被遮住了 红方这个族主要是没有 这个进攻的好点 那现在 那么看着对方吃兵呢 是啊 有无奈 尽量呢 再去争取 打掉 红方再马上一起 马上一起跳 这儿呢 等于我们看到这红方这个马呢 比较曲折 嗯 要完 要到这以后呢 他将来准备马708 再马 有 奔链沃槽 黑方 连曲 嗯 黑方这个两居一连以后呢 你如果再走马708呢 嗯 他将来有可以举发枪 对对 对居直接在这边来 这儿的话 红方这个居比较暗 是啊 而这个马炮呢 又没有成旗 嗯 那红方为了避免他对居呢 他出了一个老帅 就是说你对居的时候 他可能 一个是底线 对你有牵制 对对 另外将来还有高相 嗯 这个拦截 所以呢 黑方就对后面那个局 嗯 黑方呢 他没有 嗯 因为捉了个马 他反而能打 他又打 所以黑方先走了一炮五瓶六 炮五瓶六 他准备下部捉马的时候 你再打我有个派对金二 哎 就是个得子 这么一走 对 这儿等于说作为红方来讲啊 嗯 呃 这个子弟就可能 这个电马就我 所以红方走了一个飞边向 飞边向 嗯 这个拦战马呢 等于黑方走的是 比较顺畅 这个局 对 对 那黑方也只能对掉 也是减少压力了 对 再走 红方 举八瓶死 他先 举八瓶死先顶住 嗯 黑方进居 捉马 嗯 这个时候呢 按照常理来讲 红方应该去打 对 但是黑方会捉 一回向 只能再连向 他再把这个局对 对 黑方可以最简单的 黑方可以多足 肯定形成一个盛世残局 他剩三个足 最主要红方这个马的位置呢 比较糟糕 嗯 黑方可以 啊 确定呢 这种盛世的残局 是啊 那现在像在这儿 他没有这个打 红方呢 看到这个 这种走法也是 呃 很危险 没错 红方可幸 不住一致了 弃子试试 他把马吃掉 他再马发低久 嗯 那么黑方呢 由于他这个阵形非常的厚实 对 他并不怕你这将 他再把局能绕出来 那么他下这个 进破打 打足 黑方泡了线 让开 那么红方看到这个马僵呢 也没有用 他有马就退八 嗯 再绕回来 黑方 啊 他先跑 跑去之一 嗯 跑去之一 他十五金六 他再马就退八 黑方再跑了圈 对 他得摆脱这个局炮的牵制 红方再打的时候 黑方这个族呢 就不要了 就寻穿呢 他等于回来 把这个马顶住了 这个形势够赢了 他就去主动捡炮了 是 他直接再一顶这个马 等于红方就彻底没有起了 这个马呢 失去 啊 进攻点了 对 他点炮 嗯 吃着马 吃这个 红方再吃 对 他是居教育匠 上来 嗯 再吃 尽管红方也吃了一个试呢 但是这个旗呢 黑方走得非常的老练 不给红方任何机会 一只 他去捉 我们摆快一下 反正 黑方的盛事 一捉 还有两个旗啊 嗯 平炮 就黑方呢 他走得很老练 肯定是一个盛事团局 你如果换 他上居马啊 至少有两个族 两兵肯定是盛事 然后黑方再去对居 嗯 那红方这个旗应该说 已经无可奈何了 对 那最后一将 这是 这是落实 反正都一将 马就出来了 这个马呢 是一个灯霜 嗯 那走到这呢 这个 最终呢 黑方呢 取得了胜利 那群庄呢 也平常这盘棋呢 获得了这个小组赛的冠军 最后在这个 对阵汪洋的决赛当中呢 也是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也是获得了这个首届 震达韩信碑 这个象棋国际名人赛的这么一个冠军 那这个比赛呢 也是跟这个 怀音 得到了这个怀音市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也是签订了五年的协议 准备一直搞下去 这个题材呢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首先呢 这个冠名哈 韩信碑呢 韩信呢 是著名的 这个中国古代的军事家 跟着象棋呢 又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没错 有着许多不解的渊源 另外呢 这个国际上呢 有人呢 能够互相呢 交流切磋呢 对于推斗我们象棋的发展呢 还是很有很多好处 那我相信这些棋手 通过这种不断的比赛当中的交流 也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当然我们还要再次感谢呢 本次碑名的这个冠军赛商 江苏镇达钢管集团公司 给予比赛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那也为骑手的这个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竞赛和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最终呢 这个比赛结果呢 是许云川呢 获得了冠军 汪洋呢 是亚军 第三名呢 是来自湖北的洪志 第四名是黑龙江赵沃龙 第五名呢 是北京的蒋川 第六名是广东的吕青 原来说国内的高手呢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还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 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好 感谢各位旗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